来看一下这个聊生晚报给我们分享的这件事 图片上这个小伙子名叫沈文昌 是一位90后 2015年他从华南农业大学毕业之后 一没考研二没当白领 而是不走寻常路 成为了一名在黑泥塘里面摸爬滚打 养草龟的龟农 可能当年想成为海龟 没成城就成了龟农 这小沈呢向父亲借了十万块钱 又说服了两个同学一起出资 他们一共拼凑了有十八万元 在广州市的一个市场租了个档口 大量购入草龟 之后他又通过他的所学 通过互联网来招揽客源 三个月的时间他转手卖草龟 营业额达到了四百多万元 今年以来他更是以每周销售草龟 一百多万只的速度 前三个季度就取得了六千多万元的总销售额 小沈就说了 每一个行业都存在着机遇 这个世界上不缺少机遇 需要的是能够抓住机遇的双手 真的是厉害了 所以说机遇真的很重要 当然也要有能力 如果说是服务上强的阿斗 就算有机遇那也没啥用 而且那两位同学真的是很有眼光 能够在他的说服之下参与他的事业 那说到这 我想问一下这位小沈同学 我这还有三百块钱的闲散资金 能不能入个股呢 打人开玩笑 希望你的企业越来越好